二十分钟前 银座区之外的高楼上 名为顾月的男人放下望远镜 面目变化 神情渐渐呆滞 许久之后 自面容之上 赫然浮现出一副古白色的面具 上面描绘着一张似是沉睡的面孔 可是却毫无生气 令人望之退避 可在退去了顾月的面容之后 这一副面具反而却显得灵动了许多 低垂的眼眸抬起 黄色的眼珠缓缓地转动了两下 好像就不见光明 可惜 这个身份就不能用了啊 他随手 将怀中的盒子丢在身上 叹息了一声 在潜入内部的时候被发现了 潜伏了这么久 功亏一篑 不过能够探查到这么多情报也足够了 没想到原本只是开场时随性而为的一次变化 竟然能够探听到如此多的关键多的情报 随着他的叹息 他的身上便不断地传来破裂的声音 好像被烈日暴晒的黄土 一层层军裂浮现 旁边的人早有准备 一个巴掌大小的盒子打开 几个人从里面掏出了一大块晶莹剔透的油膏 开始飞快地扯下了他的衣服 全身涂抹了起来 在密传骂油的修补之下 顾月残破的躯壳勉强地恢复完整 只不过这个人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 身受重创 弱法师虽然好用 但也是有极限的 中年人低头看了他一眼 心悦框架能够赋予虚假生命 可灵魂和圣痕的创伤却不能弥补多少 如果你在这里圣痕崩溃的话 谁都救不了你 知道了 弱法师叹息了一声 抬起手指 有烟吗 三四天没抽 快憋死我了 很快 烟卷点燃 他被扶起来依靠在墙上 履清思绪之后 便开始上报自己所得到的情报 在生华者之间 盈州的谱系一直被称为画物谱系 其中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流传在外的各种圣痕 大部分都是种种妖怪和物品中所诞生的精魂 也就是被称为九十九神或者画物的奇迹 其中多为精怪和妖魔 罕见善类道也罢了 更致命的缺点是先天不足 虽然不缺乏高层的圣痕 可神明的尊卫与下层的妖魔之间 却缺乏联系上下的渠道 中间有着近乎垄断性的空缺 纵然保证了上位者永远可以截至下层的升华者 可暂时的便利无法弥补如此庞大的缺陷 缺乏能够独当一面的强者 哪怕是历史上颁布神佛习和的诏书 大量的引入外来的奇迹 参照了大量东下谱系和天主谱系的原点 可除了皇室和各家公卿所隐秘保留的力量之外 自下而上能够走通的升华之路依旧没有几条 或许是受到曾经天国普系的影响 盈州最先开始了对普系内圣痕的改造和修正 重定框架 虽然创造了诸多念物和侵食体 但最终的成果明显足以弥补那庞大的牺牲 提取出了化物普系中真正的精髓 创作出了被统称为能的数条完整的升华之路 这一份力量从创造出来的第一天 就被直属与朝廷 由历代法皇所监管的隐秘机构作所把持 通过不断的临选英才和一次次尝试 从而形成了如今的盈州对外的升华者机关路民馆 倘若其他的圣痕还有可能被外来者得到的话 那么能系的圣痕如今依旧被宫青们所代表的天津系 所牢牢的把持在手中 依仗为抗衡武家派的利器 恩 如果某个如今还在社保局浪荡的野武士 能够自裁的话就更好了 而如今顾月 布 银州的升华者身上所显现的 就是来自于能系的隐秘进阶 被称为弱法师诡异圣痕 在原本的传说之中 弱法师的正体只不过是一个可怜无力的小孩子 离家出走之后溺死在道中的角色 如今在结合了诸多圣痕再造之后 俨然已经改头换面 舍去了一印无关紧要的能力之后得到了名为镇子的能力 宛如画皮一样 只要是三阶之下的升华者 在他亲手杀死之后 都能够完美伪装 性格 作风甚至是短期的记忆都毫无缺漏 甚至圣痕的能力在削弱的同时也能够进行保有 只要不激烈的战斗 谁都看不出任何纰漏 正是依靠着这一点 他才能够混入社保局之中 一步步的改换面容 接触到核心的机密 除了暗装之外 14个升华者都是三阶 圣痕的记录都在我的口袋里 他剧烈地喘息着 其他的人全部去往了中央区 他们的速度加快了 倘若不快阻止的话 斜马台将彻底落入社保局的手中 他们哪来的能力 中年人皱眉 新秀赛限定为三阶 三阶的升华者根本不可能打破中央区的核心封锁 充其量不过是凭借新秀赛占据优势而已 根本无法彻底拿下 我不知道 但他们有底牌 就在三月大厦的最底层 若法师摇头 这么长时间以来 他们都在里面准备一件边境遗物 好像是在重新熔练和组装 三个学者进去之后根本没出来过 我准备了好几天 只是稍微露出一点想要窥探的意思就被怀疑了 但根据猜测 恐怕过不了多久 那一件边境遗物就会彻底被组装完毕了 到时候我们这些人恐怕就在没有机会阻挡东下谱系了 这些日子以来 他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到从地下传来的恐怖原质波动 可这一份过于庞大的力量却被夜雪崖的军团死死地压制在内 没有半点泄露 他不知道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 但毫无疑问拥有奠定胜负的能力 必须夺过来或者干脆回去 我们的速度必须快一些了 中年人的表情难看了起来 山老的面具从脸上浮现 转身看向身旁的人 昆仑八仙那边有消息了吗 下属摇头 新月框架的封锁一时半会儿难以突破 外界的通讯一直断断续续的 但上一次他说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 话音未落 他的神情一致 面具骤然不由自主地浮现 争鸣的夜叉鬼面不断地变化 竟然崩裂出缝隙来 就在他的背后 一个云气所交织的无形漩涡缓缓扩散开来 竟然瞬间隐隐在新月框架的密封规则之间 打开了一个裂口 只不过这个裂口太过狭小 只能够传递进来一缕原质 山老大喜 看向身旁的下属 挥手 旋即便有两个人 分身投入了漩涡之中 将自己化为了漩涡的一部分 雷鸣迸发 漩涡扩张开来 而自从漩涡之中所涌现的原质 已经堪称海量 宛如瀑布一般从天而降 灌入了夜叉的面孔之中 令那个升华者跪地嘶吼 无法承受着庞大的力量 直到裂光自漩涡之中一闪而过 一线雷霆投入了它的躯壳之中 夜叉骤然爆裂为一团雪雾 紧接着 雪雾收缩 再度形成了一个雪肉模糊的人影 随着漩涡的渐渐消散 那个跪在地上的人影抬起了面目 背后漆黑的双翼缓缓张开 抖落了雪色 十周大人 所有在场的升华者跪地迎接 短短的几秒钟 在漩涡之外的力量灌输之下 以夜叉的圣痕为坐标 来自座中的强者 已经突破了新月框架的封锁 降临在了这一座古老的城市之中 一双木鸡踏在了楼顶之上 纯白的修艳僧服在风中烈烈作响 来者抬起了酷似飞鸟的面具 声音低沉 说出了令在场的人欣喜若狂的话 如今我已经抛弃了往日的姓氏 叫我天成房就好了 比预想之中的支援更加的夸张 盈州普系竟然不惜代价 将一位完整四阶升华者送入了邪马台之中 此时来到这里的已经不是三阶时的夜叉十周 而是四阶升华者 行走在人间的传奇 鸭天狗 在那一双眼瞳的俯瞰之下 整个城市中的虚实在瞬间被洞彻 察觉到不远处的那个气息 自称为天成房的升华者眉毛挑起 叶雪崖吗 他轻生感慨 无怪左大臣如此紧张 那个女人确实不是好相遇的对手 正好 让我一扫玉器吧 作为同样活跃在边境之中的升华者 夜叉十周曾经博取过诸多声明 堪称战果累累 可却一直被那个叫做叶雪崖的狐狸女压了一头 数年以来 他没有一日不曾想过一雪前耻 而可笑的是 被压制的自己反而最先完成了灵魂和圣痕的融合 突破为了压天狗 而叶雪崖却因为灵魂与圣痕的不合 迟迟难以进阶 空有堪称东下第一的雄魂积累 却卡在最后一步 三阶和四阶之间哪怕只差一个数字 可以态和星体之间的质量岂止是云泥之别 相差不可以道理计 但此刻看到对手是叶雪崖之后 天城房依旧打起了十万分精神来 毕竟是曾经的劲敌 况且在边境的传说之中 那个女人可是有三阶剩四阶的战绩在的 哪怕只是传说 没有任何根据 可依旧证明了叶雪崖的凶残程度 要不然 怎么会被推举为东下朴系新生代的第一人 她必须全力以赴 必须从速解决 不只是为了胜利 也是对这一位曾经的强敌所做出的尊重 自她的手中 一把赤红的大弓缓缓浮现 在她出现的瞬间 所有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一阵眼眸的刺痛 被运行在其中的纯粹神性所震慑 站立不稳 身体欠加外加卡文 好难啊 大家久等了 等会儿还有一更 再见 好 好